老婆婆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你是不是被我娘抓过来了 你快帮我 把他们救出来啊 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 原来你会说话呀 我要见段公子 你走开 你快走开啊 小姐 夫人已经吩咐过了 不准任何人来这里 尤其是你 你快走吧 老婆婆 我求求你了 你去哪里 你就让我见见段公子他们吧 小姐啊 他们中了醉人风的麻药 一师傍刻也醒不过来 你就是见了他们 也没用的 那你快把解药给他们呀 你快把解药给他们吧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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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公子 你醒了 是啊 不过我现在手脚 都被法律动不了 灵妹 婉妹 还有朱叔叔 他们都还昏迷着呢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害了你们 我这就进来看你们 老婆婆 你快把门开开吧 我要进去见他们 小姐 我帮你进去 我就会没命的 如果我娘怪罪下来 一切我担着 我不会让娘责罚你的 小姐 夫人有多严厉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不会让你进去的 好 你不让我进去 我死给你开 小姐 不能 不能啊 小姐 那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 好好好 我让你进去 那 刀 小姐 但是你进去看一眼 就得马上出来 好 王姑娘 王姑娘 段公子 小姐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的 老婆婆 你别再说了 段公子 我这就带你去见我娘 让她放你们走 小姐 你这样不行的 怎么了 段公子 我被人点了穴道 怎么也冲不开 老婆婆 你快把她的穴道解开啊 小姐 这是夫人点的 我是不可能解开的 你要见她我都医了你了 这 这至于其他的 我再也不能帮你了 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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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把门打开啊 你帮我们救出去好不好 小姐 你也中了醉人风的麻药 服了解药才刚刚醒来 千万不要太激动 否则啊那麻药的毒性 会复发的 你别走 王姑娘 你别再求她了 段公子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们救出去的 王姑娘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可可想过 想过 你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说出来吧 那好 那我就直接说了 你可有想过 我们两个有可能 是亲兄妹吗 亲兄妹 这怎么可能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 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刚才我听见你娘 和老婆婆的谈话 从他们的话里我听出 我爹和你娘 曾经有一段情 后来是我爹对不起你娘 所以我们有可能是兄妹 我爹他过世得早 我对他没有太多的印象了 可是听我娘说 我爹他很疼我的 经常做玩偶给我 如果我不是他亲生的 他又怎么会这样对我呢 说得也对 说得也对 而且听我娘说 语焉这个名字 是我爹给我起的呢 那还真是可惜了 我刚才还在想 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 知书达理 貌美聪慧的妹妹 不知该有多高兴 你们都下去吧 没有我的吩咐不准进来 是 是 对 阿璐 你 顿郎 你没事吧 阿璐 阿璐 如果你折磨我 可以宣显你心里 对我的怨恨 那我甘愿成熟 我不会怪你的 你又说这些花言巧语 来骗我 光是折磨你 怎么能结我心头之恨 我恨你 我恨不得把你断成肉酱 阿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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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我让你受苦了 可是 在我临死之前 能再见你一面 我已经心满意足 别无他求了 阿璐 段郎 阿璐 阿璐 所以我爹是被段延庆 那个大恶人给抓来的 他现在应该是在你娘的手里 那 那我这就去劝我娘 让他放了你跟你爹 等一下 王姑娘 他们上一代的暗恨情仇 我们都不清楚 万一一不小心说错了话 弄巧成拙 激怒了你娘 那我爹就更危险了 可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万一你爹出了什么事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只要我爹他 不在段延庆那个大恶人手上 而是跟你娘在一起的话 那他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说不定 他还能想到法子自救呢 一别十八年 想不到 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当年在茶花园中 你就是这样 依偎在我的怀里 我们还约定 双双终老于茶花园中 想不到 你还记得这些 我怎么会忘记呢 就为了你这句话 我在庄里庄外种满了茶花 后来取名为曼陀山庄 阿罗 我对不起你 我辜负了你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这十八年来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为什么 你知道我见不到你 心里有多痛苦吗 阿罗 对不起 我真的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你不单单是害了我 你还害了我们的女儿 什么 我们的女儿 雨淹是我们的女儿 对 雨淹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走以后 我才发现我有了身孕 当年我走投无路 回到苏州 嫁到王家 这十八年以来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 你现在知道了 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了吧 阿罗 阿罗 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女儿 阿罗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对不起你们母女啊 原来我们 还真是一对同夫一母的兄妹 雨淹妹妹 阿罗 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无论你要杀 要挂 都可以 只是我求求你了 放了凤凰他们及格 闭嘴 到现在你还是放不下那几个贱人 我问你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会不会放弃镇南王之位 杀了那些贱人 跟我双双终老于政曼陀山庄 阿罗 如果他们是为了我而死 我一定不会毒火于世 但是 你放了他们 我答应你 我不再当镇南王 我一生一世 留在曼陀山庄陪你 永远不会离开 段郎 你说的是真的吗 阿罗 当然 我段正纯在你面前发誓 如果违背誓言 敢愿死在你的手中 段郎 星王 你险些又上了这个薄情郎 负心汉的当 你好好想想 倘若你真的放了刀白凤那几个女人 这个段正纯 会心甘情愿地和你留在这曼陀山庄吗 不错 她的真正目的是要救那四个女人 阿罗 别听他们的 只要你放了凤凰他们 我一定遵守诺言 一辈子留在这里陪你 那也就是说 不 如果我不肯放了他们 你就不会留在曼陀山庄了 是不是 段正纯 你这个恶贼负心汉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阿罗 我